台湾现在有个以新北为名的县市 但是你知道在过去曾经有个新北镇 以及新北区吗 甚至不只新北 连新东镇、新西镇、新南镇 也都曾经同时存在 而这四个区画竟然还是把同一个城市 切割之后诞生出来的 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嘉乙市 到底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嘉乙市 才分成四个镇呢 嘉乙就称为侏罗山 在清代的侏罗县制里面 有段社县制于侏罗山因以命名 取珠山罗列之意也的文字 让后来的人以为侏罗山的名称 是用来形容东侧近郊 有着众多山巒的地理环境 不过其实这个地名 早在汉人登陆台湾前就已经存在 是来自于当地洪亚族原住民的侏罗山社 由于洪亚族已经被汉人大幅通化 洪亚族羽也被判定为灭绝 目前推测侏罗山的意思 制的可能是洪亚族羽里生产姜母的地方 由于清初对于台湾的治理态度非常消极 派驻来的官员及军纪相当腐败 经常爆发大大小小的民众反抗事件 其中最大的就是1786年开始的林爽文事件 整起事件从台中开始蔓延到整个台湾西部 由于朱罗山位处迦南平原的中央 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地 林爽文阵营及官兵轮番占领 有非常激烈的攻防战 在官兵成功收复之后 林爽文阵营包围封锁朱罗山长达半年左右 事件结束之后 乾隆皇帝为了感谢官兵的辛劳 以及一名协助固守城池 从家中、淮邑、近海、安顺这四个词中 全选出嘉义两个字 下令将侏罗山更名为嘉义 时间来到日本时代 总督府很快地就在阿里山山区 发现了丰富的林木资源 特别是树干笔植 适合拿来作为神社路口 象征划分人间与神域的鸟居的块木 于是在1900年决定铺设铁路来运送阿里山的木材 最开始在进行路线调查时 曾经考虑过经由清水溪上游草岭的方案 但后来因为坡度问题而被放弃 最后定案由嘉义经足齐奋起湖上山的路线 在1914年宣告完工 林叶铁路开始营运之后 大量的木材从阿里山山区再送到平地 让嘉义成为林木转运的重要集散地 而当时的都市计划特别在市区的北侧 也就是林铁与纵贯铁路包夹的三角地带 设置将原木加工成木材的制裁工厂 规模甚至还号称是东洋第一大 除了阿里山的林木之外 还有来自中国的福州山被送到嘉义进行加工 发展出众多相关产业 形成非常重要的林业聚落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职业别名稀图 从林铁的北门车站也就是制裁工厂旁开始 一路沿着林叶西路到嘉义车站 有着木材加工、换售、家具制造等商店 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口占了当时嘉义的一层 到了1918年林铁开办客运 在这之后嘉义成为盘登玉山的必经城市 发展出相关的观光产业 大量的观光客蜂拥而至 让嘉义变得更加繁荣 如果存以居住人口计算的话 嘉义在当时是仅次于台北、台南、高雄、基隆的第五大城市 不过相较于经济上的蓬勃发展 在政治方面却不是那么的顺遂 甚至还可能间接促成未来被肢解的命运 1920年总督府推行地方区化改制 用着跟日本本土的县差不多大小的规模 划定五州二厅的新边界时 只设立了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 花恋港厅以及台东厅 而嘉义被划归在台南州里面 当时台南州的人口高达95万 几乎是高雄州53万人口的两倍 而嘉义不只在历史上 长期跟台南隶属于不同的区化 同时又是商业重镇及经济中心 相当反对这次的规划 于是发起嘉义制州运动 希望可以独立出台南州 另外设置嘉义州 这场运动虽然还曾经跑到东京进行陈情 但最后以失败收场 原本地方也期待至少能够把州厅 设置在比较靠近台南州中心的嘉义 不过这个愿景仍然落空 在这之后嘉义的工商团体组成促进市制实施同盟会 希望可以从嘉义街升格为嘉义市 最后在1930年成功升格 这也是嘉义市第一次称为行政区化的名称 为什么当时的嘉义人要争取升格呢? 这是因为在1920年过后的行政区化下 各个州下面设立郡跟市 而郡下面则是街跟庄 原本的嘉义街上面还有个嘉义郡 接着才是台南州 街跟庄能够获得的预算不仅跟市有着差异 还必须要受到上级郡的指挥监督 而市享有比较高的自治权利 市协议会更在之后被改制为市会 从原本显得有点饥肋的咨询建议机关 升级成拥有部分一绝功能的殿堂 往后还有更多的街被升格为市 到了日本时代末年 台湾的州辖市就包含了台北、高雄、台南、基隆、嘉义、台中、新竹、彰化、屏东、花莲港 一栏这11个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接收台湾的中华民国马上要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这个被日本统治的岛屿更改成符合中华民国的体制 由于当时的接收作业进行的非常仓促 对于地方区化的部分 只能先以更改名称的方式来因应 最底层的阶跟庄改成了镇跟镶 而最高阶的州跟厅一并改称为县 至于介于中间的郡跟市呢 这就是挑战最大的地方了 郡一开始先被改成为区 这个区跟现在的信义区、大安区这类的市匣区不太一样 是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时期就出现的体制 整合了几个乡镇 并且由县所管辖 不过这个制度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实施太久 就逐渐废弃 在台湾也只是暂时性的过渡措施 而这一系列的名称更改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市上面 这也是日本时代的台湾 少数跟国民政府使用一样称呼的行政区化 在中华民国当时的体制里面只有直辖市跟省辖市这两种市而已 直辖市相当于省的地位 而省辖市相当于县的地位 当国民政府把原先台湾的州跟县全部改称为县之后 州辖市跟县辖市如果直接原封不动变成县辖市的话 那就直接跟中华民国的体制打架 因为在当时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 并没有县辖市这种东西的存在 所以只能把这些州厅辖市 升格曾跟原本管辖他们的县 平息平坐的省辖市 不过当时的花莲港市及宜兰市 因为人口连四万都不到 要成为省辖市实在太过勉强 但是又怕改称正有降格的感觉 可能会引起民众反弹 只好率先成为国民政府的头两个县辖市 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同时声明这只是个过渡行区化而已 等到未来市政发达 建设进步 人口增加 会再将这两个县辖市 升格改制成省辖市 至于另外九个省辖市的存在 还是让国民政府非常的头痛 如果把市野放到中华民国全国的话 当时不过也才56个省辖市而已 结果就有九个在小小的台湾岛上 更重要的是法律民文规范 省辖市如果不是省政府所在地的话 至少也要有十万人口 结果台湾就有三个连门槛都不满足 另外还有三个只是插边球 刚好低空飞过而已 而且以中国大陆的状况来说 省辖市的面积 其实跟县差不了多少 还要负担跟县同等级的财政 对当时台湾很多省辖市来说 实在太过勉强 于是在1946年到1947年 多个周边的乡镇被并入省辖市里面 而水上跟太保都曾经在这个时期成为嘉乙市的市辖区 然而八县九市的行政区化即是经过好几次的微调 对于中华民国的体制来说 县的规模仍然太大 而市又太过狭小 以人口是台湾两倍 面积是3.5倍左右的福建省来说 就设置67县二市 因此到了1950年 正式将台湾的八县分别拆解成16县 而省辖市的部分 则决议只维持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这五个有比较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 剩下的新竹、彰化、嘉义、屏东 则全部需要改制 不过国民政府 其实很不想继续维持跟中央法律不合的县辖市制度 所以并没有马上把这四个省辖市 降合成县辖市 而是选择在1950年底 有点实验性质的先拿人口最多的嘉义来开刀 把水上跟泰宝恢复成香之后 接着以今天的嘉义市政府作为中心 把嘉义市拆解成新北镇、新东镇、新西镇、新南镇 全部归嘉义县管辖 这种把好端端的城市废弃切割 想当然会遭到民众大幅反弹 于是在1951年底 台湾省政府又赶紧发布命令 允许新设置县辖市 嘉义市就在消失一年之后再次出现 不过仍然是被降格 成为嘉义县辖下的一个乡镇 而嘉义的民众 后来也不断争取希望可以恢复省辖市的地位 一直到1970年代 随着台北市及高雄市 先后升格成为直辖市 台湾省政府允许新竹及嘉义 从县辖市升格为省辖市 最后报请行政院通过 决定在1982年7月1号实施 这也就是嘉义市的市会中间 会有数字71的由来 至于少了嘉义市的嘉义县 马上就面临县政府 要迁移到什么地方的重大问题 而这也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别忘记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新影片 最后也想问问 你觉得嘉义市当年应该要继续被拆解 以符合法规 还是法律针对这种状况 量身定做比较好呢 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来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这段历史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